终于成功降温了 周末趁人齐简简单单做几个好菜 和大家一起开心 有池菇炖五花肉 夏威尔果勤菜炒猪颈肉 鹽焗鸡还有陈皮蒸泥蜗 还有女儿很喜欢吃的蒜蓉蒸九折虾和黑椒肥牛 总之天气一冻大家都吃肉大蒸 还有一只心挂挂的老水大物鱼拼老水牛展 泥汤就是从小喝大的西洋菜煲猪骨 一日之计在于神 新鲜的美食材是成功的第一步 在市场门口先吃肉腸加蛋加瘦肉碗鱼粥 再加一条油炸鬼非常满足 这粥鲜甜因为材料新鲜和舍得下料 整碗是瘦肉和碗鱼 重点是几炆鸡就有交易 很多时候早起来的动力为了一个美好的早餐 薄薄的一片是猪颈肉 肉质爽滑蛋雅 炒来吃或者做叉烧都最棒 五花肉要买这种肥瘦相间的实腩 这种一层膜连着的腩肉炆出来的肉就很柴 四身肥肉都很腻 美好的五花肉用来炒或炆也很棒 再入市场买一些美好的牛肉 这条油粗油圆的牛斩是三花斩 右边又小条是五花斩 是打边炉或者做老水牛斩的极品 纯瘦的普通牛肉部位如果不适业 炒来吃就非常硬 最稳定买大少少脂肪的肥牛 肉质比较松软牛肉味都很浓 随便用沙粉和油腌腌都非常嫩滑 还可以按热心的摊煮帮你切成薄片 好像手掌那么大九折虾肉质非常紧实 可以蒜蓉清蒸或者白灼 泥蜡就不用大条 但一定要够沙满 用陈皮蒸或者滚粥都很鲜甜 记得趁它没关之前熬了它 千万不要摊便宜买冰鲜的泥蜡 肉质又苦又柴 青菜必不可少 买些芹菜和彩椒炒夏威尔果 12元跟着荷兰豆腌用来清炒或者上汤 还有煲湯的西洋菜和炖猪肉的慈菇 全部配在买齐都要几十元 有时吃剂更贵过吃猪肉 买完粥就拿回家 煲湯时间比较久 我们先煲湯 猪骨就冻水落锅放两片姜飞飞水 记得一面飞一面撈走浮沫 这样猪骨飞得干净 煲出来的汤都特别清 飞得够干净就不需要再冲洗 加多一条女喜欢吃的胡萝卜 三粒毛花果一粒蜜棗 蜜鱼干用水浸软后撕走表面的沉膜 蜜鱼骨滋阴就可以留下 加了蜜棗和蜜鱼干的西洋菜汤就会清甜很多 再倒入农村山泉加多两片姜 大火煮转小火才煲40分钟 记得把西洋菜白色的根摘走 如果不是煲出来的汤就会有苦味 煲40分钟之后再加入西洋菜 尽情把西洋菜塞下去 因为一煲就会变软粟水 煲淋了西洋菜真的又香又好吃 接着再煮滷水大蜜鱼 好像我头大蜜鱼有4-5斤重 肉质够肥厚的做蜜鱼就特别好吃 记得第一次吃的时候在香港大鱼山脚 吃了一次真的记了十几年 50元港元只剩几个 将蜜鱼表皮撕开之后 将内脏都挖出来 蜜鱼骨可以流回来晒干煲汤 蜜鱼牙齿记得挖走它 滷水想又快又好吃 我就用潮散滷汁 用20多种香料熬制而成 味道非常正宗 南姜花椒八角桂皮 连生抽盐都不用放 一斤材料落一包 倒三包香到鼻潮散滷水汁 五花子一开二放进去 再加红葱头姜片和蒜米 只这样拌一拌都会香到鼻 有时间醃它两个钟入味 醃好之后全部倒入锅里面 再加清水浸过去 还可以放年藕或海大结 将煮出来的浮沫捞走 新鲜的蜜鱼不用滷太久 滷20分钟滷熟就可以 这样肉质就爽脆Q彈 莲藕和五花子 继续吸盖 煮多半个小时就可以上碟 记得放冰再切 这么好的滷水汁 千万不要倒掉 煮滚后 蟑螂放入冰箱 可以放一个星期 想吃慈菇又不一定要过年 煮熟后将表皮刨干净 慈菇有一阵特殊香味 喜欢吃就会很喜欢 将它一开二就OK 五花肉就切成小块 先用中火将五花肉油份煎出来 煎到表皮甘点的时候 加入蒜米和一堆冰糖 将糖炒至少未溶化 再加入慈菇 继续用大火兜兜 再转去煲仔 淋一圈生抽 再沾一点高度白酒 加点热水浸 想吃水更加漂亮 加点老抽 再撒一点松鲜 吸盖转成小火 煮半个钟就可以 哇一开盖真香到不得了 这道菜真是童年回忆 再撒一堆迷人的葱花 慈菇吸收五花肉油份后 变得很粉朵 夏威夷除了做零食之外 炒菜也很好吃 今天夏威夷炒芹菜猪颈肉 在饭店吃过一次 吃起身清爽又开胃 猪颈肉切小粒再醃一醃 这样猪颈肉有底味又更加嫩滑 具体配比看屏幕 放少许油 将渣均匀就可以了 还可以切点彩椒来撞下吃 开中火先炒猪颈肉 猪颈肉上面带少许肥肉 炒到有少许焦香 吃起身就不太腻 再放芹菜粒和彩椒粒 调性大火不断翻炒 想爽脆千万不要下水 全程用大火炒 调味加少许盐和蚝油 少许生粉水打薄蜆 夏威夷果最后才放 再兜十几秒就可以上碟 这道食用死身很清新 创生得来又好吃 猪颈肉嫩滑Q彈 夏威夷果爽脆又香口 混沸寄过来的五指巫头鸡 真香得不得了 吃起身皮爽肉滑油多汁 鸡有鸡味看起身也很有食欲 泥满肚里的鱼血一定要清洗干净 咳嘴鱼刺也剪走它 想入味点就割花刀 喜欢完整帅子就不需要割 老过我的陈皮浸水后切成头发丝 陈皮独有香味去腥又真香 记得不用放姜丝 用大火蒸9分钟就可以 这样蒸出来的泥妈最原汁原味 再撒一群迷人葱花 烧滚了叶花生油淋上去 最后淋一圈生抽就大功高醒 泥妈肉质鲜甜又不腥 记得要趁热吃 这么大只狗尺虾我们用蒜蓉清蒸就很好吃 把汁干净后沿着虾尾破去两边 记得把虾腸抽走 再用水冲洗多一次就可以 慢用的金银蒜酱很简单 生蒜和蒜酥的比例是3比1 再加少许盐和生粉 海鲜自带咸味调味不要太重手 加多些花生油拌均匀 这个金银蒜酱用来蒸海鲜或各种瓜类都很好吃 把它铺在九字虾上面就可以 蒸好后撒一群迷人葱花就搞定 这么大只虾破开来蒸入味又快熟很多 喜欢做一铺粉丝箭底 最后做亚女点名要吃的黑椒肥牛煲 做法非常简单 用半只洋葱箭底 再切成薄片的肥牛铺上去 黑椒汁我加了少许水和蠔油 直接倒在牛肉上面 吸过用大火焗3分钟 煲烧得够热时沿着煲盖淋一圈高度米酒 煲仔里的温度会迅速拉升 调整中火焗多1-2分钟就可以开改 加些迷人葱花和芫茜就可以了 这个牛肉煲做法牛肉刚刚熟 暖滑又多汁 用来送饭就正到不得了 旅按钟吃虾再煮多个白灼海虾 这个虾又叫鹰爪虾 肉质爽脆又清甜 按暖荷兰豆叶白灼就已经很好吃 灼青菜要多些水多些油 最后淋一圈好生抽就是这么简单 煲了1-2小时的西洋菜汤就很清潤 加少许盐就可以喝 大麦鱼切厚一点 这样淡淡肉吃一块都很满足 五花盆想切得薄 最好放在冰箱冰箱冻一冻 这样就可以切到纸薄 原则切出来的老水莲藕都特别好吃 淋一圈老水汁再放2条芫茜 装饰一下就大功高兴 这些老水大麦鱼拼五花盆真的在家才吃得到 说这么快全部菜都煮好了 今天的西洋菜煲猪骨汤是我从小就很喜欢喝的一口汤 喝起身不肥腻又下火 今天看起身就大鱼大肉 其实每个菜煲的做法都很简单 大家一看就吃 主要花点心思和时间 家里的大人小孩都吃得很开心 这样辛苦少少也是值得的 我是小米爸爸 记得准时吃饭 点火炸 是小米爸爸 看起身